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 有一个消息小人也拿不准 上次与您提及的开铜矿之事已有眉目了 有几位商人买卖做得极大 可算是富家一方了 他们主动找到我们 予参与合作 若这笔买卖做成 我们便能大赚一笔 可供养诸多州郡的兵马了 眼下的实局 手中问有兵马方为正道啊 太好了 此事由你出马速速将他办妥 不不不 公子您先听我说 对方要求您亲自出面才肯交易啊 对方直言定要见到您本人 否则他们担心官府追究起来便不妥了 朕费事 算了 你告诉他们 我去就是了 公子啊 您出面是否合适 我正是因此愁愁不定 我担心这 有什么可担心的 谁还敢把我怎么样啊 公子 大容仔如今不在 我们这一切 赵先生 你此话何意呀 你是不是觉得父亲不在了 便无人买我的账了 公子 我 我 我 去 速去将他办妥 是 是 是 约我见面之人果然是你 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 请来方桥大师耗费功力 为我解除古毒之时 我就察觉到 你绝非普通人 恐怕是 来者不善吧 所以你便假意相信我 对我为以众人 也是你故意维持 只是 你如此行事 究竟用意为何 像我等这种 做不乏买卖之人 心中自是清楚 迟早有一日 会被人抓住把柄 只是未料到 来得这么快 那你为何不截穿我 甚至可以杀了我 我只是民间商人 听令求财而已 这不乏买卖 若无官方掌权者撑腰 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而敢来调查之人 必定来头更大 我只想知道 你背后到底是何人 他便是你所能想到的 大洲最高权位之人 天王 不过 天王随居王位 可众所周知 这大洲真正掌实权者 是大种仔啊 大种仔 他眼下能否自保 还尚未可知呢 更何况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罪证 私注猎前之罪有多重 我想你心知肚明 钟老板 弃暗投明 还来得及 我 能信你吗 那便要看你敢不敢跟自己赌一局了 你大可以继续追随宇文护 那么势必将一辈子受控于他 古毒之痛你已亲身承受 如若与我合作 将功赎罪暂且不说 至少日后不必战战兢兢度日 是 其实 你明知我有所图 却不说破 不正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卫 找个靠山帮你摆脱宇文护的魔掌吗 你我合作 各取所需 你不妙再 你不妙再 公子您来了 公子 快请 快请 公子 这位便是我上次跟您提起的张老板 做的可都是大买卖 经常往来各国通商 这财力呀可是雄厚得很 钟老板过奖了 不过呀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买卖 一切还得养着公子 多多关照才是 你倒是会说话 便是你非要见我本人 恕在下无礼 只是这一次我押上了全部身家 听说如今各州官府 所急查列弦查得很紧 这若是出了什么纰漏 我便全完了 所以便想先见见公子本人 知道官府不敢追查到你这儿 我这心才算是放下了 做事谨慎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日后少不了与你多多来往 多谢公子 这位酒 公子 我敬你 我先干为敬 公子 张某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啊 我近日发现了一个铜矿 想将这铜才运至工坊 这一路上还需请公子 保驾开盗才好 小事一桩 在这大洲境内 还无人敢挡我们宇文家的盗 你放心 我会通知次时 你就安心地运你的货便是 多谢公子 小心点 好 钟大夫 宇文会一行人 马上就要去教育了 好 今日就抓他个信心 走 跟上他吧 好 快点啊 好 慢点 慢点 张老板 请 对 交货 你敢耍我 给我把他们全都杀啊 全都住手 都不许动 胆敢违抗德 杀无赦 你 卢公公 把他们也抓起来 卢公公 您这是何意 我是为了调查 宇文会的罪证而来 我不是同谋 你们撕金属 上下皆被宇文会收买 知情不报 你又在此出现 让我如何信你呢 卢公公 回程安再说吧 全都给我带走 是 文雍 走 走 走 你敢抓我 带我父亲回来 定不会放过你 带走 走 你给我等着 走 敢打我 见过鲁国公 鲁国公 二位辛苦了 各地的贪官 已在押回长安的路上了 这次抓捕的贪官中 大多为宇文会的党羽 处置了这些贪官和宇文会 加之其又打了败仗 这一次宇文户 怕是逃不掉了 但愿如此吧 大哥 可是在担心什么 宇文户狡诈成性 这一次 真的能将他一举拿下吗 这次谁也救不了他了 魏国公蒙冤一案 天王一直隐忍不乏 便是在等待这一天 如今宇文户即将被扳倒 魏国公的冤案 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大哥 你也可趁此时重返长安了 此时我还不能回长安 为何 灭族之仇 永生不枉 只有宇文户死 才能告慰我独孤家 无辜枉死的冤魂 如今 一切尚未成定局 我贸然回去 恐怕不多 大哥 你总得回去看看家罗吧 他一直很挂念你 王兄 情况如何 此次秘密抓捕各地探府官员 以及宇文户的同党 均已押回长安 收押审讯 等候王兄发落 太好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是我们还需小心 宇文户仍手握重兵 稍有不慎 恐怕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王兄 宇文户 最在乎的便是宇文慧 如今 宇文慧已沦为阶下丘 是生是死 劝由王兄定夺 你的意思是 用他要先宇文户 是 宇文户 快点 兄弟们 我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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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我们终于出来了 来着何人 有 laughte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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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快 驾 快点 用力啊 放一下 快点放一下 快了 快了 夫人 来了来了来了 用力啊 夫人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快了快 用力 用力啊 夫人 使劲 夫人 使劲啊 夫人 用力啊 来了来了 快点 使劲啊 夫人 西兰 西兰 大夫人都有难产之效 赶紧禀报郎主 早坐定夺 听夺什么 万人生产不顺 是宝大还是宝小啊 夫人 用力啊 夫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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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有什么不测 万宝大还是宝小 什么宝大宝小 当然是大小的宝了 当然是把我大嫂了 问题是如今大哥生死未博 万一孩子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可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呢 四公子二位夫人 你们拿个主意啊 快点 快点 不好了 大夫人就过去了 什么 我先找夫妻 怎么办啊 别了 别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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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小罗 大哥 大哥 小罗呢 大嫂子 难逞啊 大哥 你不能进去 女人生孩子的地方 男人不能进去 我知道 我知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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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驾罗定会没事的 驾罗 驾罗 我是大狼啊 我现在回来了 你要撑住 我救他们外 你一定要撑住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驾罗 大公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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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驾罗 你一定要撑住 一定要撑住 为了我 为了孩子 驾罗 你知道吗 我被捆迷纵临时 好几次都快死了 但是随后的声音告诉我 我不能死 因为我还有你 我还有孩子 我不能死人 现在我回来了 我就在门外 你撑住我的声音呗 驾罗 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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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了 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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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恭喜 母女平安 大公子是位千金 艾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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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蒋璐 大龙 你回来了 我答应过你的 要照顾你一生一世 我不会死的 我以为我在做梦 你没做梦 真的好痛 我知道蒋璐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蒋璐 他 叫了你放心 孩子平安 他正在很想你 孩子在哪儿 我想看看他 我想看看他 好 好 我跑 把孩子抱进来 来 走 大龙 你有伤在身 早点歇息吧 你看他多可爱啊 笑起来就像你一样 孩子这么小 能看出什么呀 我只愿他 此生平平淡淡 不要像我 他 也许我们这一生 无法保证给他 富足的生活 但我们能保证 给予他全部的爱 我们爱他 悉心抚养他 这种爱 会陪伴他一生一世 这次你能平安归来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活着回来 我这不是做到了吗 你走了之后 我常常梦见你 终于明白了 到底何谓 朝思暮想 妄言欲穿 若非怀着孩子 我真想去找你 交流你知道吗 我们在弥宗林时 丢失了思南 四处都去不到方向 而且弥宗林里 瘴气缭绕 可是每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你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响起 你说大郎 我还在家等着你 快回来吧 到最后 只剩下我和高大哥 还要那十几个兄弟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 若再找不到出路 大家便只有死路一条 幸好 你给我的新军手杂 我一直带在身上 你说路有事无法看清 只有走 才能走到最后 总会绝出风生的 我们便苦苦支撑下去 可是啊 弥宗林里全是不能吃的毒物 正当大祸精疲力竭之日 是你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交了我 交了我 真的是你 你 你可知道 我现在又窝 又累 大郎 振坐起来 弟兄们需要你们 我和孩子在家中等着你 大郎 你看 树上有果子 摘下来便可以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走出去 是你没眼 踏平风雪 温大雨泡泡的座铁 是你让我在绝望之间 看到了一切生机 让我找到了果子 得以果腹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 就这样 我们又坚持了几日 直到有一日 来 是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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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 LEDs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端端的年轮可以辨别方向 难熟 没蜜 于是 我们借此重新辨别方向 顺和而行 终于走出了弥宗里 我们可以出去了吗 是 兄弟们 快来 我们找到方向了 快快快 快来 来 顺着河 往那边走 好 来来来 来 走 向罗 是你救了我的命 高大哥的命 是你的坚持 让你又回到我身边 你和孩子 是我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只求你们平平安安 请 启禀天王 杨将军大总宰到了 拜见天王 天王 平身 大总宰 起来吧 臣有罪 臣不能起 大总宰自认有罪 何罪之有啊 臣打了败仗 有负太祖 与天王的厚望 是啊 此次我军 确实是伤亡惨重啊 胜败乃兵家常事 即便是杨将军这样 百战沙场之人 也免不了欧有败计 臣恳请天王 再给臣一次机会 容臣戴罪立功 臣定当全力弥补 此次罚齐 我大洲精锐死伤无数 皆是因大总宰 决策失误所致 若朕对大总宰的过错 无半点惩戒 那么日后大家便会以为 即使打了败仗也无所谓 不以规矩 难成方圆 赏罚分明 才能另行禁止 这是大总宰主持朝政史 交朕的道理 此番出征 想必大总宰也累了 不如就此交出兵符 回家休养 以后便无需再插手军中之事 天王这是何意 臣不过是打了一次败仗 便要剥夺臣的兵权 别忘了 这大洲的江山 是我替你们兄弟夺来的 岂止是打了败仗这么简单 大总宰做了些什么 难道都忘记了 天王此话怎讲 臣不明白 朕自会让你明白 那便请大总宰 与朕一同去见见你的故人吧 应该是无故的 李夸夙也没抓了 你这个混账到底做了什么 御志兄 墨迹 病狼应该是无故的 请看看吧 天王驾到 参见天王 天王万岁 众卿平山 谢天王 父亲 父亲救我 赵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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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赵忠宰 赵忠宰 赵忠宰 这 今日 是隋国公 驻国大将军杨忠 击败齐军 迎接数万战死沙场的 将士英灵 回长安之日 朕在此脱去华府 为他们行天地计 他们是为我大洲国土 资诸不失而战 是为大洲百姓 安居乐业而战 虽死有胜 失去这些卫国长城 是我大洲切肤措骨之痛 更是百姓失去 亲人之伤 朕与百姓感同身受 同哀同恨 和那些在将士们舍生妄死 为国捐躯之时 大肆贪赃枉法 以权谋私的贪官库吏 是他们将本该插向 敌人的利人 狠狠插入我大洲的心脏 将国库的钱 将国库的钱 百姓的钱 统统收入自己囊中 大风有碎 贪人败类 国法不许 天理难容 传朕直议 私主列前 贪污腐败之罪魁祸首 皆抄家斩首 其余 贪腐独职官员 一律割职 入狱十年 永不录用 参与猎剪铸造 交易的商骨从犯 皆没收家产 入狱五年 永不得在我大洲经上 天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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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天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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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拖出去 是 怎么按着 天王 天王 小儿愚钝 定是遭人陷害 待臣彻查后再做定论 请天王三思 此案清清楚楚 证据确凿 朕今日公之于众 是安律判处 难道是儿计吗 这也是当日 大总在端卫国公义案时 交朕的说辞 朕记得明明白白 如今圆化奉还 天王 臣 愿意交出兵权 请天王放过小儿 大总在 你终于想通了 可是他 这样只是大总在之子 作恶多端 无法无天 如果朕放了他 对得起这天下苍生吗 天皇 养不交父之国 大仲宰 你作为父亲 难道就没有办点责任吗 天皇 臣教死无放 督察不立 臣知罪 臣今后 定尽心尽力辅佐天王 还请天皇 让我笑儿一眉 天王 宇文慧乃幕后主使 人赃俱获 铁证如山 若此人免于刑罚 臣以为恐难服众了 天王 您不妨问问众臣之鉴 天王 姿势体大 动摇国本 绝不能轻扰 理应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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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仲宰 众口一词 民心所向 朕也无能为力 宇文玉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 这些军是我一人所为 与我父亲毫不相干 你不要忘了 是我父亲辅佐你登基 你如今骗夺我父亲兵权 你根本就不配做天王 三日后五十 斩首是终 宇文玉 宇文玉 演唱 武 побед 你ues公子 你们几位可以出来了 看见了吧 咱们是被冤枉的 对啊 我不是冤枉的 是 我冤枉的人 还愣着干吗 还不快谢谢二位呀 谢高司库 谢陆姑姑 于是大哥 对不住啊 当时情形混乱 不及细问 委屈你了 无妨 有老两位 为我这不争气的儿子 走一趟了 于是兄 你切莫这么说 贤侄可是争气得很哪 整个资金署都被收买了 就他一人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 兼职一人调查有明晦 结果倒是把自己 给弄进牢房了 都怪我 幸亏高司空 及时向天王 道明了事情的真相 才不至于闹出 更大的误会 天王已下令 让于是大哥 官复原职 那便请陆国公代臣 叩谢天王圣恩了 好了 好了 真相大白 我们也别在这牢房里说话了 走吧 走 请 不中用的东西 被宇文慧诬陷便也算了 办案查不到证据 反而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简直是奇吻 窝囊透顶 这事若传出去 别人如何看你 连我这张老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还有 找了道 为何去找高司空 怎么不先来问问我 我这个父亲算什么 你可又一心半点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是害怕父亲生气 父亲 从小到大 你听过我说话吗 你总是不听解释便下定论 我 我无话可说 什么 你自己没用都来怪我 父亲 请息怒 阿宽向高司空求助 也不无好处啊 父亲 你想 阿宽被冤枉 正因为高司空是外人 他所说的话 天王才信了 若是换作父亲去说 即便天王不银有假 也难以堵住 不明真相之人的悠悠众口啊 从前上战场打仗 叫胆子小 若今当差 又闹出这么丢脸之事 我怎么生出 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怎么会永远 弄点出息吧 阿宽 蜜华 阿宽 喜欢这个名字吗 家劳 杨兄 鲁国公来了 不顾不顾 天王派宇文会死罪 还将所抓之党羽 一并判处吧 父亲回来时 已告诉我们了 是 这回连兵权都毒了 真是大快人心 你们已经知道了 这真是一个大好的开端 日后 天王便可顺利重掌朝政大权了 但宇文会这些年权倾朝野 宫内外爪牙颇多 一时间只怕难以肃清 天王掌权之路 任重而道远 万不可掉以轻心 不过 此番处辞宇文会 也总算是给宇文会 重重一击了 为防万一 我已在天牢布下重防 行刑当日 我已会派安卫军 加强戒备 放心吧 这次宇文会 插翅也难逃了 鲁国公身谋远虑 防患于魏燃 在下真是佩服 不知 行刑当日 我可否同去 一来是有个照应 阿莱纳宇文会 阿莱纳宇文会 曾派人暗杀我 还害死洛同胞兄弟 我真的很想亲眼见到 宇文会的下场 大郎 可你的伤还未痊愈 放心 我没事 好 好 那当日 你可藏身在安卫军中 你做掩护 多谢鲁国公 大忠宰 小人有负您所托 为诈五号公子 请大忠宰降罪 宇文玉 我低估了他 竟敢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上 此仇 且留着慢慢算 眼下就惠儿要紧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让他夺取吾尔性命 你确实有罪 若救下惠儿 或许我会饶你一命 小人赴汤蹈火 任凭大众在差剑 小人赴汤蹈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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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